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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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木岗鞋,小田17岁 耳南开高了 爽就站起来啦 嘿嘿嘿,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耳南 今天这集影片是我自己在关台偷打的时候 所录制的一场比赛 那因为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在这边一定要用这种旁白解说的形式 来跟大家分享这场比赛 他这边有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一开场的时候我方三个人都有传奇赤木 那我看到对面有高砂出现 我就自告奋勇想要来跟他对拼一下 我们就来看对面的高砂能不能把我撞成白痴 好,一开始跳球,我方夺得先机 山底这边先顶了一个三分球 似乎在为下一球机制球来做打算 这个时候我想说来测试一下高砂 结果第一球直接被他来一个爱的迫降 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站位 其实是稍微站在这个篮下 稍微靠歪一点点的地方 就可以成功把空接撞下来 那接下来我还是一样冲进去 不怕撞,没关系 再来一个背扣取得2分,没问题 想当然,当我放出背扣那招的时候 我就知道流川峰下一招会做什么了 但就算你知道,你又能盖得到吗 没错,看得到,但是盖不到的一招 好,那我们下一波进攻持续试探 用我们最远距离的空间来对拼看看 结果还是被他无情爱的迫降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高砂站位的位置 的确就是站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禁区稍微靠外的位置 就可以成功把他不管多远的空间都给他撞下来 那这边来个香北一个铺球的默契配合 成功把这球2分顶进 这一点也不得不提哦 集训流川也确实是一个可以counter传奇赤木的一个角色 因为只要他把传奇赤木的招式复制到 一切就变成超级难盖 所以我们这边三个人防守的那一招 一直在非常提防他的背扣 结果这边反而是漏掉他的一个外线的机制球 好,接下来轮到我方进攻 我这边持续试探高砂 看看高砂是不是真的有料 真的能够把我每一波进攻都撞下来 来我这边直接使出一个需要比较高难度位移的 这个梦幻舞步灌篮 来试探看看 结果这边还是被高砂精准的站位给撞了下来 大家可以发现高砂这个精准的站位 他其实在我做出梦幻舞步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还稍微微调了一下站位 哇,真的这个应该是有练过的哦 有明确针对传奇赤木的走位在做刁砖的调整哦 打到现在整个进攻相当痛苦啊 这场比赛若不是有那个山井跟樱姆啊 我看早就完蛋了 那山井还在持续的顶头我们这边呢 来尝试抢到这个篮板 结果对方的篮板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边流传再来一个背扣 哇,这真的守不住 就算你怎么样意识到他要用这招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盖下这招啊 反正前面几球进攻被撞到狮子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持续的试探来看看高砂 到底有没有料 果然啊,这一球对站位要求比较刁断的招式 高砂就真的比较难撞下来 但不得不说啊 刚刚那招是不得已才会使出的招式 因为那招真的太好盖了哦 好,接下来这一波进攻呢 是我个人认为相当有趣的一球哦 大家可以看到我进去准备使用末后步灌篮 结果这个地方高砂没有撞到 那他为什么没有撞到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櫻木在帮我以卡住高砂的位置哦 让他没有办法站出来撞我的末后步灌篮哦 哇,我第一次看到以卡还可以在篮下使用的 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球 哇,那这边流传来了一个小抛头 哇,我漏防了,马上先来发一个抱歉 我是新手,让队友消消火哦 下一波进攻 我们仍然尝试要来用刁砖走位的一球 来看看高砂能不能撞 没办法 果然啊,这一招算是高砂的一个克星啊 但因为这招很容易被其他人补防到 所以我通常其实真的是不太用的 哇,这边流传又使出了一个背扣 果然还是盖不下来 哇,这个反应真的太快了 对我这种老人来说太困难了 来,我们这边再试探一球 哇,背扣又被撞下来了 哇,这个背扣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是站更靠近篮框的位置 就可以成功把这个背扣撞了下来 接下来这波进攻呢 我们还是持续小心提防流传的背扣 虽然应该是盖不到啦 哎,结果这边是高砂出手了 我们这边抢了一个篮板 这波进攻怎么说 三井这边打算来投一个三分球 把他前面没顶地的顶进 顶进了 看到这个优美的抛物线 就知道这球肯定没问题啊 哇,这场的三分球相当的关键哦 在传奇事目被完全封锁的情况下 三井顶进的这个三分球 可以说是我们的救命仙丹哦 但是对面的流传也不甘示弱 来滑出了一个空位顶头 进球 比赛打到现在呢 我觉得再怎么样奇怪的角度被撞呢 我都觉得不奇怪了 现在我就只想看看这个高砂 到底有多会撞 所以再释出了一个刁钻轴的那招 还是被高砂撞了下来 哇,高砂这边站位及时调整 调整的非常的快啊 这场比赛啊 要不是有鹰幕跟三井 一个头一个抢啊 老实说早就已经输了 哇,这个传奇次目在这场打的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 接下来这波对面进攻 三井默默的把他的灯开了起来 高砂这边开大我们没能盖下来 但是我看到三井开灯 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三井这边打算再来顶一球三分吗 我这边手持着举着 想说骗一下对方的防守 来这边怎么说三井 打算再顶一球吗 顶进了 没问题 三分球救命仙丹 接下来轮到对方进攻 刘川峰又要使出被扣了吗 三个人开始内缩 结果还是盖不到这一招 哇,真的太难盖了哦 接下来这波进攻 我们尝试用一个空阶来进攻 结果高砂告诉你别想逃 马上把你直接来一个爱的迫降 让你直接下飞机 而且我想说空阶不行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个刁砖走位的梦宏舞 结果还是被刘川冒了下来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一招呢 虽然可以吃掉高砂 但是却非常的好冒哦 所以对方只要有人补防 就可以成功被冒下来 好,这边高砂急了 来打了一个进攻 结果刘川抢到蓝板 补扣进去了 哇,这一把可以说是双方都用尽了全力 用尽了自己的极限在尝试进攻 我这边也是一样 来个空阶 高砂终于漏掉了 这就想说用盖的不用站的 果然高砂还是得用撞的啊 比较舒服啊 接下来这波进攻流川 再来一个被控 结果这边系统制裁 哇,结果好不容易来的机会 高砂掌握住了 我这边又漏防了他的小包头 哎呀 传奇赤墓没有点出主攻的招式 真的是很难盖这种工况的招式 只要面向一不对就真的盖不到了 我们这边再来使出一个 结果 哇,这个刁砖走位的梦魂不惯了 还是被冒了下来 我们再尝试一次 还是一样被冒了下来 哇,对面的防守呢 可以说是对传奇赤墓做足的功课哦 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办法 透过传奇赤墓来进行进攻哦 时间已经差不多过了 25秒钟流川风 又要再度实差的背扣了吗 果然还是没能守住这个背扣啊 比数现在呢 是落后两分的局面 只剩下14秒 我们还有戏吗 传奇赤墓这边 再来一个梦魂不惯了 哇,这个地方呢 高杀很可惜啊 被自己的怡卡了 没有办法走出去 撞到梦魂不惯了的这个位置啊 接下来这波进攻 流川风已经没有背扣了 急了 顶头的一球 结果这边抢下了一个关键的篮板 这波进攻怎么说 来一个背扣 绝杀 哇,对面真的是相当的可惜啊 其实这场比赛他们守传奇赤墓已经守得非常非常好了 这个大概是我呢 用传奇赤墓以来哦 跟对面比数最接近的一场比赛了 那在此呢 藉由这部影片呢 也跟对面的高杀 公本武藏至上最高的敬意哦 感谢你哦 让我们呢 所有的玩家都可以透过今天这部影片呢 来学到 守传奇赤墓 该如何使用高杀站位 来完美的封锁我们的传奇赤墓 OK 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 拜拜